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家无疑是个充满温馨的词 它代表着夫妻的共同分担 更代表着孩子的全部依靠 但是这其中有一点不能忽视 那就是家也是需要经营与呵护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家中的每一个成人 都要付出真心智慧甚至是忍耐 否则家也可能会变味 好 开始讲述我们今天这件事 2016年9月14号这天下午 福建省泉州市的一户人家里 有人发现居然有一对母子 同时瘫倒在了自家的床上 而且情况看上去很不好 据亲戚介绍 出世的母亲叫黄燕 孩子叫乐乐只有四岁 那黄燕跟乐乐到底这是怎么了呢 其实一进房的时候 亲戚们就隐约地闻到了一股味 真的觉得就有点好像有点农药味了 农药这心情吓得不行 立马就叫来了黄燕的家人 大家赶紧在房间里头找 那结果呢 还真就在房间里头看到了个农药瓶子 就是这个上面写着乐果 这是一种杀充记 毒性相当强 再往瓶子里头一看 不得了 里边就剩就不到三分之一了 也就是说其余三分之二 很有可能都在黄燕和乐乐的胃里 来不及想别的 救人要紧 大家赶紧把黄燕和乐乐都送到医院 经过医生诊断 母子俩的胃都确实是有乐果 这情况就让一个人最为痛苦了 那就是黄燕的丈夫 乐乐的父亲 郭勇 妻子和儿子都命悬一线 不难理解郭勇的心情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又不仅生出了疑问 你看 事发是在黄燕自己家里头 阿里来说 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 那为什么黄燕和乐乐会种农药之毒 是他人伤害 还是另有引擎 警方也在第一时间就介入调查 但是这一调查 情况就有点吓人了 包括黄燕的胳膊 小姑子 以及刚刚的那位亲戚张女士 都表示 那农药很可能是黄燕自个儿吃的 也就是说黄燕这是想轻生 但是原因何在 更重要的是 咱别忘了乐乐也服食了农药 她这农药又是怎么吃下去的 那这 我们先把当天的具体情况搞一下清楚 首先是黄燕的亲戚张女士 她表示 事发当天中午11点多 黄燕突然来到她店里 说是跟郭勇在电话里头吵架了 我店里记忆大哭大落 她说跟她吵架了 怎么怎么的 而接下来 黄燕则提出了个要求 那就是要张女士帮忙叫郭勇回家 否则她就要做出过激的举动 但是没想到黄燕的气头上似乎没听见 没过多久呢就离开了 那么黄燕去哪儿了呢 黄燕的婆婆表示 黄燕回家了 但是却带回了一样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话把黄燕的婆婆给吓坏了 她赶紧就联系儿子 郭勇呢也很快就回来了 既然如此 那事情怎么还是发展到了 不肯收拾的地步呢 据郭勇说 那是因为她回来之后 两个人没谈拢 反而又吵了一架 并且她再次离开了 黄燕的婆婆说 郭勇离开之后 黄燕就更加激动了 再之后呢 大家说黄燕拿了农药 并且抱着儿子乐乐 就走进了自本的房间 还反锁了门 再往后 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了 亲戚张女士拿到钥匙冲进房间 进去之后 黄燕和乐乐都已经倒在床上了 而真相令人心惊 因为与丈夫吵架 黄燕就冲突的喝下了农药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从前面亲戚张女士 以及黄燕婆婆的这话来看 黄燕竟然还给乐乐喝药了 要知道乐乐才四岁 黄燕作为一名母亲 真的有可能做出这样可怕的举动 当然也有人推测 乐乐也许是在黄燕服药之后 自个儿无意中喝了农药 被锁在房间里 到底发生过什么 仍然有待与警方的侦查 在搞清楚之前 我们必须先把视角转到医院那边 来说说黄燕和乐乐的救治情况 首先是乐乐 医生表示乐乐喝的药量不多 所以救回来了 并且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不得不说 这样的结果万分幸运 孩子没事 比什么都强 当然了 在乐乐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警方也决定要好好的问一问乐乐这个具体的情况 你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跟叔叔讲一下好不好 那个你喝夏天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我用比较多 好喝吗 不好喝是吧 那东西臭不臭啊 臭 就很臭的吗 是的 你是用什么东西喝的啊 用什么东西喝的啊 用碗喝的吗 不是 第一个 用那用什么 用条根吗 用盖瓶 瓶盖啊 是用瓶盖的啊 没有 你喝的瓶盖了 那喝了多少呢 喝多少呢 喝一瓶盖 两瓶盖 三瓶盖 喝多少呢 一个瓶盖 来 接下来呢 警方决定问出最关键的问题 你都改革去喝 还是你妈妈等会喝的 要知道这举动实在是至关重要 因为即使是亲生孩子 即使乐乐最后并没出什么大事 但是只要真的是黄艳让乐乐喝的脓药 那么这整件事的性质就会被彻底改变 那么乐乐会如何回答呢 我问你啊 你要跟叔叔说实话 你妈妈那天晚上有没有喂你喝呢 就是喝的臭臭的东西有没有喂你喝呢 有 乐乐的回答令人心痛 当然也考虑到乐乐只有四岁 所以说这些话警方还得进一步的进行分析 因为我们当时考虑到三个孩子 所以不可能说自己喝那么错的一种荣耀 基于这种母子的关系 以及这个孩子 孩子他的认知能力各个方面考虑 我们是能为说这个孩子讲的还是属于很客观的 一系列的证据下来 可以说基本上可以确定 确实是黄艳让儿子乐乐吃下了脓药 那么我们就不仅要问一句了 难道仅仅就是因为跟丈夫吵了一尸架 就让他干出这么糊涂的事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 黄艳丈夫郭勇竟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 他把孩子带走了 你就必死你经常想到那个孩子 你就会比较不好过的意思什么的 让你痛苦这样的 就是说他在利用小孩保护我 报复 这词可就不寻常了 夫妻之间本是一体 兴起相关 黄艳怎么会要报复自个儿的丈夫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事发那天 他们又究竟吵了些什么呢 郭勇表示他们家的情况还真有点一言难尽 事实上郭勇与黄艳是半路时期 所以他们除了共同的儿子乐乐之外 还有郭勇之前的两个女儿 但是郭勇表示他没想到黄艳来了之后 对待女儿的态度却并不友好 反正不让他吃用了什么都没有 反正也不管了 等于说他生活此之什么都不管了 这样子 为此这两个人常常争吵 包括事发的那天电话里的争吵 说到底也是因为黄艳对女儿的态度 当时村子里头要修缮庙宇 每家每个人都得凑钱 可偏偏黄艳就不肯出女儿的那一份 就是我们这边农村的 要说一些就是那个庙里面 要用的那种工钱 他一世就是不想交那两个人的钱就对了 那两个女儿的钱就对了这样子 所以郭勇说当时对黄艳叫他回家的要求 他是一点都不想理会 后来听说黄艳买了农药 他也无奈地回来了 可是黄艳却提出了在他看来不可理喻的要求 郭勇说他知道那天黄艳对他非常生气 而黄艳更是深知儿子乐乐 对他乃至全家的重要性 所以他认为黄艳任性的选择了这种方式 对他进行包袱 郭勇说的是义正词言 但是我们得明白 这是郭勇单反面的说法 黄艳到底是什么想法 还得求证那本人 只是他在医院里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只能说实在是侥幸啊 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之下 黄艳的性保住了 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也渐渐的好转了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在黄艳口中 他所说出的一切却有点不太一样 他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他与郭勇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 甚至他最后都做出那样的决定 其实是另有原因 黄艳醒过来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向他询问案情 对于这一切 黄艳却表示 不是他冲动 而是多年来他在这个家里过得太痛苦了 应该说是长久累积 业绩累起来的嘛 黄艳说婚后 丈夫一直在临线打工 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 他们在家里带儿子 俩人俱少离多 根本就说不上这么话 幸福事也有点合不来 更重要的是 他与婆婆也总是会有矛盾 他那种人是属于比较八婆的人 说实在的 人家说你能八婆 我觉得说懒人八婆 他是懒人八婆 就是我们夫妻俩 所有的什么 讲的什么事命的话 还是什么 他都会 我上一分钟跟他讲 下一分钟 他就会去传达到他母亲 那里去 但是问题是传达到他 他母亲那边去 他母亲就反着过来 指责我什么的 照样的很难呀 后来黄雁为了避免矛盾 干脆带着儿子在楼上生活 公婆带着郭勇的那俩女儿 在楼下生活 他以为这样可以图清景 但是在郭勇 看来一家人都过成两家人了 这还叫过日子吗 于是这俩人就越走越远 但是黄雁强调 最让他痛苦的 其实还是另外一件事 反正我们结婚到现在 我也被他打过好久 就打得严重吗 严重 严重到什么时候 逃上逃破血流 但他打你这事 你跟别人说过吗 我们再被自己老公 再怎么样打吗 就是在外面前都只能笑 不能哭 也不能诉说 为了孩子 为了面子 那你为什么没想过离婚呢 我们真的离婚 有一个父母 还有兄弟姐妹 带来 就是说面子上 过意不去的那样子 我们毕竟是农村地方 真的很注重面子 在怀远看来 婆婆指责她丈夫打她 这个家是如此的难以融入 这就让黄雁十分痛苦 可是固有的思维又让她不敢公开 从而不能选择类似离婚这样一个合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发现黄雁隐忍的同时 她的内心日益暴躁 而到了事发那天 黄雁说 与郭勇的争吵 这就成了压榨 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真的被她骂的 说实在是我这辈子来 这辈子来最让人家骂的最难听的话 很多太难听什么难听的话的骂 在我那时候真的就实在影响不开 而当黄雁拿着药带着儿子走进房间之后 他说他不知道怎么的 好像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而他的脑子也是混乱的 你在喝热果的时候 他有没有看到 有 他看到他在里面都是什么 我问你喝什么是吧 你什么是他说的 我问你喝的是可乐 你喝的是可乐是吧 然后后面呢 后面我一个倒的 一些倒的品牌喝 到品牌你喝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从那个 那个 嗯 纯粹贵 然后他也在喝 看到他 你在喝 咱们在走的啊 喝荣药的时候 他儿子 也在旁边 他儿子有问他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当时就骗他儿子说 这个是可乐 因为我当时要特意问了一下说 你儿子之前有喝过可乐吗 他说有 然后他说后面 后面他看到他儿子在喝 他也没有去阻止 去阻止他做这个行为 导致他喝下这个荣药 所以正是在黄雁的注视中 乐乐喝下了荣药 只能说幸好 只有小小的一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反过来说 尽管乐乐得救了 黄雁的行为的这个性质 却不会因此而改变 要注意 即使是亲生的孩子 你也无权去做任何伤害 她性命的举动 所以黄雁呢 已经触发了法律 这点不容置疑 当然了 关于黄雁说 郭勇对他有家暴行为 警方也对此展开了侦查 因为如果这件事真的存在 那将对案情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结果呢 他身上是没有其他外伤 我们查信过记录也没有报告案 还有昨晚他相关家里人 跟村里面的人了解一下 就是说没有说加暴到说打伤到什么程度的 而且可能都是正常的一些夫妻间的纠纷 吵架这样子 调查结束之后 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对黄雁实施了逮捕 检查机关也随即提起了供诉 把这个农药 倒在瓶盖上面 放在床头柜上面 他就跟孩子讲说 这个是可乐 对于一个不足四岁的孩子来说 妈妈讲的话 对于他来说 他肯定都会相信的 不可能是一种排斥的形态 所以当时他就 他妈妈就叫他要把这个喝下去 那么以这种的方式 就认为是说 这个被告人当时追求 这个孩子死完了 这种结果 他是属于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 也就是我们讲的 直接故意 最终呢 法院经过审理 做出判决 认定黄雁犯有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看过这么一个说法 说是婚姻就像一棵树 你如果将它丢在阴暗的角落 不让它见阳光 喝雨露 那再强壮的婚姻之术 他也会枯萎 郭勇与黄雁 细碎生活常如一地鸡毛 所以孰是孰非 我们不能轻易的下结论 但是遗憾的是 当一切无解的时候 黄雁最终 却又用了最错误 最极端的方式 去试图解决问题 这带来的必然是 一切再难挽回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我们别忘了 年仅四岁的乐乐在经过被母亲这样的对待之后 这孩子会不会因此产生不好的影响呢 更重要的是 他的未来 他以后的监护权应该怎么办呢 黄雁还有资格当乐乐的妈妈吗 原来 郭勇已经打定如意 不再让黄雁接触到乐乐了 对啊 我到现在都还担心 就现在他虽然说是 叛刑了 到时候出来了 我都心里还在担心 他会不会再伤害小孩呢 那如果他想用孩子保护你 他真的不想过了 不想活了的话 他可能还敢这样做 不想他以后反正再跟孩子有直接的来往 最好是不要让他再打扰孩子的政策生活 如果能够夺他的兼务权当然是更好 这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一个检察官 他叫陈彩云 让这个陈彩云听了郭勇的想法之后 当机就表示 郭勇的这个诉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他也愿意帮这个忙 他也有这个意愿说要向法院 申请这个撤销监护前的诉讼 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后面我们要怎么来做 怎么来帮他走这个程序 如果他哪一些 比如说需要他们有提供什么诉论之内的 不懂得写的 我们也再教一下他 一个是 他自己这种行为的 对孩子的伤害性 伤害度非常高 而且还考虑到 他出狱之后 有可能还会拘于实施 这些相关的 这些对孩子不利的行为 出于这样的考量 全州市洛江区人民检察院 在帮助郭勇起诉的同时 还向法院送达了 民事支持起诉意见书 支持郭勇的起诉 上面写道 撤销还原的监护人资格 有利于乐乐在其居住地 安全的生活学习 可以保证其身心健康成长 特支持原告郭勇 向你院提起诉讼 请你院依法判决 之后 全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受理了此案 并且最终撤销了 黄雁作为乐乐监护人的资格 至此可以说 黄雁算是为他的行为 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他很有可能以后 再难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母子分离 高墙内的黄雁能接受吗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华雁却出人意料的平静 他说对这一点 他已经预料到了 他说姐对不可能 弄我静了 真的 同时 华雁也说 对于儿子 他充满了思念 在这里面你想点儿子吗 想 但是我知道 想也没用啊 那你觉得 他如果知道了 这些事之后 还能接受你吗 这个就说实在的 就看到小孩子 自己的判断能力 让他看他自己觉得 不难听出 黄雁的口气当中 已经有了一些 听天由命的味道了 黄雁所犯下的错误 无疑是可以 盖棺定论的残忍 并且伤害性极大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不能否认 她也是一个 被困在残破婚姻当中 痛苦且迷失的女人 不能说她对乐乐 丝毫没有母子之情 但是她对婚姻产生的怨恨 却盖过了 她对孩子的爱与责任 这才是她事发那天 会失去理智的关键之所在 当然了 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更是核心 那就是她对于法律的无知 即使是 父母也不能 随意剥夺 孩子的生命权 对于这个 清化养 未成年的权利 检察机关是 采取 灵弄人的态度 要坚决地 予以严惩 没错 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 不管她的年龄大 还是年纪小 她都拥有自个独立的生命权 任何人 即使是父母 都无权去侵犯 或者是剥夺 但是 黄艳这个事 是极其偶然的个例 但是在黄艳身上 我们也不难看到 一些婚姻不幸的女性的 伤痛之处 往往是与丈夫有矛盾 从而心生怨恨 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 婚姻问题解决之道有很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做的是保护孩子 而不是把孩子当作一种筹码 否则我们也看到了 非但法律不愿容行 在情感层面上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 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位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by bwd6